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试算表的部分 那您一样就是可能要麻烦你重新整理一下 我刚刚把那个连结把它重新放上去了 就是您一样进到这个任务里面 找到这个14单元 这个试算表是这个 第二个 那您进来之后一样在新的分页打开 把它稍微重新整理一下 这边会有一个超连结 这样各位就可以从这边连进来 还好 有有有 上面在这里了 这工具就有了 那我会把它比较常用在 就是同学分组讨论的地方 或者报告的地方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在下面这里 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 这样有个好处啊 因为我们刚刚那种方法 虽然是一个文件没有错 可是都都等 一组站了七八页 你第二组第三组要怎么跳 除非你那个左手边大纲有开 这是有方式吗 第一组就按一下 第二组就按 跳第二组 这是有方式 但是如果比如说可能老师的这个内容 是比如说类似像作品欣赏的啊 对不对 好那我就把那个内容贴在这边 那么同学第一组的 他可能就在这边 我可以怎么样 就请他 第一组报告的时候 同学就直接登录这边 就写一下你的回馈啊 他们报告你觉得有什么优点缺点啊 然后呢 如果报告完了换下一组 就自己切到第二组啊 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 等于说他可以用这个方式 我都是一个文件 可是我在下面也分得很清楚 哪一组他有什么样的内容 你就把你的那个意见就写在这边 因为这个每一个人都一格 那不够的是不是可以拉开 对不对 不够拉开去写也可以啊 不知道他是谁 蛤 不知道他是谁 什么 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他是谁 或者可以知道 哦 可以啊 如果你假设共用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讲的 共用的时候 如果共用的是知道连结的 那进来是不是都是匿名的 那如果我是把同学的G没有加进去 那就是看谁 不过我跟你讲 报告的时候同学比较喜欢匿名的 因为他觉得 我直接讲出来你会不好意思吗 对不对 我如果讲优点没关系 可是我如果讲缺点 他会说 怎么这样不给面子 所以用匿名的比较好 因为匿名的大家都讲真话 没有人知道 那个囚鱼是谁 还是那个 这样有了解 这个是我会用的 因为我有一篇文章 我这里有写 就是这个 我有写一篇部落格 就是我们实际上 这个方法用在 学校的那种 同学报告的实物上来用的 这样OK 好再往下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日历 我先问一下 你们现在有没有日历共用的 有 有对不对 但是 那个 你要怎么共用 对对对 都比人设好了对不对 这样很不负责任 自己也要会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用Google简报做一个 来 你先 如果你有登录Google账号了 你可以先到 这边 又来的 头大头大 好 上一页 这里 你进到那个Google日历之后 看你的账号是哪一个 你就在那个旁边 按下这个三角形 有没有一个叫共用日历 接着你只要把 你要跟 他共用的对象的email 打进去就好了 但是 不是Gmail的不要打啦 不是Gmail打的也没用 对不对 就Google有用 当然如果你真的愿意公开的话 你可以勾起来啦 就是 只要知道那个连结 都可以进来的 好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就 不需要 所以你看 我从这边来 我从这里 好 在这边 这里 我就进到日历 你看我们在左手边这边 我只能缩小 不好意思 这里 有没有哪个人的名字 你就找到这个地方 滑过来 是不是就可以来选了 当然其实以后你日历比较多的时候 要记得 要设不同颜色 不然你的跟我的 有时候混在一起 是不是就 搞不清楚 而且呢 可不可以不想看 我不想看你的 不要啦 连我 你就把前面这个关掉就好了 了解吗 像我现在这边 像我现在这里 今天 有没有这里我放几个进来 放几个进来 如果不想看到 有没有就关起来了 所以 不同的人的日历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我要看到或不看到 那今天如果你像刚刚一样在这里 你已经共用了之后 对方 对方会收到一封email通知 但是呢 有通知跟没有通知没有太大差别 因为他已经自动把他夹进去了 通知 仅有告知的义务而已 所以呢 他上面有写哦 我们已经自动把这个日历有没有 夹到你指定的那个 人那边去了 所以现在呢 你再往下 你看我用进来之后 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就有别人的 就是你从这个我的日记 这个打开 就会看到别人的 这样有没有清楚的 刚刚的是不是这个颜色的 那我上面这个账号的 是不是这个颜色的 像这样子 你觉得别人乱录 你可以把他赶出去吗 当然可以啊 从这边移掉就好了 只是说我们原则上 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没有 你愿意跟他共用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大概是像这样 这样会了吧 所以如果你要跟别人共用的时候 可以像这样 那第二个 还有很重要的 日历可不可以增加附件跟通知 可以 也就是说 你如果是这个行程 我有东西要参考 比如说可能是开会资料啦 之类的 你可以把它加在附件里面 这样了解吗 可以放在这边 那通知就是会在 如果你跟你手机张 它是同一个 那开会前 你可以指定什么时候通知 它就那个时间到了 会跳出来 这样会提醒你 好会提醒 是不是通知这个日历的那个人 都会啊 都会啊 每一个都会啊 如果你有邀请的话 如果你有邀请别人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 我又另外一边没有抓啦 就是你的这个会议 可不可以邀请别人 可以啊 你可以邀请别人哦 有邀请别人的话 他的那个信箱也会收到通知 说你最近有什么事情要那个 这样了解 所以这个日历 其实对我们在使用上 是真的蛮方便的